上一期我们讲到凯布尔没有好是因为他没协 他也决定被这种没有希望的事业现身不值当的 而奥马尔不停的还在宣扬着让大家为此殉道 为此现身 这个他觉得呀这个军队现在已经没法阻止像美国人这样的武装力量 他没法想象啊就像那个我们上期说的那样 那个喷气式飞机就在瞬间就能把他的战友一下子消灭了 而这个损失是他们过去三年里边都没有损失过的人数 你想想多么可怕的一个力量 他觉得根本不值当的 而你现在让我们这些赤手空拳我连鞋都没有的一个人 去对付这样强大的一个武器 那不就是做无畏的牺牲吗 所以啊他呢觉得我除了我不愿意外 我也不愿意让我的手下人做这种无畏的牺牲 他知道呢也许啊 底下人会对他的这个怯懦会有这个反对的 但是呢他顾不得了 他呀其实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想逃跑或者是推卸责任的人 他只是觉得呢不想让这些人去牺牲 而且他觉得奥马尔这么要求他从来没见过的人 为他的什么所谓的事业或所谓的什么伟大的追求去牺牲自己 他认为这是犯罪呢 于是呢他就把他底下的士兵都聚集在来一起 这时候呢那个美国的那个喷气式飞机啊 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尖叫呼啸着就那么过去了 完了呢山顾间又传出各种的轰鸣声和爆炸声 就好像啊就是世界末日一样 但是呢又好像是发生在其他的世界一样 这时候他的所有的手下人啊就那么泪流满面的看着他 然后呢他就说一声 回家吧赶紧走 大家互相不要再联系 所有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反对 到了早上呢那些好多那个他手里边那个布画机啊 就不停的传来是别的那些指挥官啊 通过这个布画机在那喊 声战啦训道啊打异教徒啊什么的啊 这些就在这几年中 其实不断的是在这个通过这个对讲机传出来的 但是呢凯布尔觉得啊 其实他都明白所有人 其实包括那些指挥官可能早就在跑了 但是呢他们却在那组织着别人要去殉道去 凯布尔觉得啊唯一不跑的大概就是那个基地组织和那个阿拉伯的那些外国盟友 这帮人是因为什么不跑呢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地方可跑 他跑不回去 因为只有阿富汗还能收他 他到哪个国家人家都得揍他们一顿 把他们给消灭了 然而呢你比如说作为这个阿富汗的本地人 这个塔利班这些士兵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希望的 嗯他们是希望自己能够和平的回到自己家乡 呃等这个混乱结束了啊 生活还能重新的开始 因为呀其实这几十年来阿富汗的战争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在进行着呢 就是什么呢已经大家都学会了 谁上来我跟谁 完了以后呢 哎再再一来了我再一回 就是总是在这个必要的时候就转换阵营 或者呢干脆我就放弃战争 我回家了我什么都不干了 没鞋穿的这个凯布尔 这时候呢就站在山顶上考虑着自己的这个命运 他向自己保证啊 如果他能够活着出去 他以后永远永远不沾正直 他呢就在他那个呃有一个那个拥有一家商店的那凯布尔亲戚那啊 找一份工作 因为他现在他的妻子孩子就住在那儿了 喀布尔啊 但是呢他现在要从这儿到喀布尔可并不是那么容易 这一路上一片的混乱 传言呢是说呢就是好多的那些前线的战士啊 已经把这个武器啊直接扔沟里完了就跑了 要么呢就是贿赂当地人先把他们给收藏起来 呃 等呢这个混乱过了再说 要么呢就是在跑回家路上呢就已经被打死了 现在的塔利班的这个部队啊 呃可以说是摇摇欲坠 嗯他们面对的呢是一千多个那种战斗力性极高的北方联盟 最我所谓的那个叛军 还有呢就是源源不断的美国的战机的支持 整个这些行动呢也是由这个中央情报局这些特工 还有那些特种部队的那些士兵帮他们指挥着呢 北方联盟正在啊向这个喀布尔准备发起猛攻了 凯布尔知道啊如果按这速度他要是不赶紧加快脚步赶到工程前 要不然他是进不了喀布尔了 这五十里的这个蜿蜒曲折的山路对他来说是绝对危险的 也是不可预知的 随时你要不然就是有可能被北方联盟给抓了 那可能就可能是死了 因为那个凯布尔是知道了 他们过去塔利班对待那些北方联盟的俘虏 就是用这种直接把俘虏杀了的这种方式 所以他太知道这种逻辑了 那就是杀来杀去呗 谁也别想过 另外呢 如果说他在路上再被他的塔利班的那些同僚 或者上司给发现了你在逃跑 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最糟糕的是啊 他自己也知道 这时候这个很多的这个战友啊 可能都澄清绝对的在这个转换阵营中 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现在是属于哪一方 所以他呢也不可能相信任何人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人为我 我不知道别人的一个世界 所以他是属于没有战友了 只有敌人 他走回这个营地 所以跟那个还剩下的几个战士呢 一一的拥抱了一下 然后呢就登上了那个 呃一个丰田皮卡 那皮卡上面呢 呃呃贴着那么几个字 Helix 那就是塔利班的那个政府的那意思啊 就贴着那么几个那个那个还有那字 然后他就开车离开了 这个时候是2001年的11月6号 战争呢已经打了大概有一个月了 凯布尔啊 这时候开车就穿过一个个小泥巴村啊 你想那那村子全都是泥巴块 给垒的那么房子 又经过一些小麦地呀玉米地呀 他的眼睛这时候一直想的就是盯着路 快走快走 这一路上啊 其实他心里边也觉得特狼狈 因为当地人啊一看见他的那个皮卡 因为他们那个上面还贴着那个Helix 这是特别有标志性的那个塔利班老用的内容 小皮卡 一看见那车就向他开枪 甚至啊他路过的有一个村子 他就看见人家家庭主妇 就从那窗户里边向外冲他开枪 所以啊他也没法停 他只好呢就选择了一条比较难走的一个小路 这样呢尽量避开村庄 好不容易啊 好不容易啊他到了下一个省了 帕尔万 穿过一个一座桥啊 他发现了有一辆车 没发现一辆车 也没发现什么都没有 连羊都没有 这时候呢他抬头一看啊 天空上也是万里无云的 只有呢什么呢 就是远处开始有一片很开阔的一个平原了 这是一个苏联过去战争期间 一个军事基地的一个废墟 继续往前开呢 这个道路啊就直接就奔着这个废墟去了 经过的呢都是一些那个泥房子 还有一些已经被废弃的田地 然后呢就到了这么一块这个开阔的一个平原 这时候呢他突然看到有辆车跟他逼近了 而且直接就横在他的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 从这个车里呢就跳出来一帮带着白色头巾的人 拿着枪就指着他大声的冲他喊叫 然后就是一顿的拳头和枪托就打过来 这就是一帮塔利班皇家卫队的人 看按凯波尔管他们叫这个坎大哈的 这帮人啊就把他哐一下就扔到这个一辆车的后座上 完了呢一边推他一边就喊这他们是个懦夫 他放弃了自己的国家 然后呢这个坐在前排的一个塔利班的指挥官 转身就冲了他说我们一定会杀了像你这样的人 你一个逃兵 从这帮人的这个投金带的方式啊和口音中 这就是那个凯波尔说的那个就是皇家卫队 这帮呢可以算是塔利班在中心地带啊 和尔曼省还有那个坎大哈省的精英部队 而且是精英的特主部队 这帮人呢就压着这个一路大概收了好多个俘虏的啊 一帮人把他们就给带回前线了 到了下午等于他们就又不得不站在了前线 然后呢逼着他们这些俘虏又重新加入战斗 白天呢就是他跟这个其他俘虏一块啊 不得不向这个北方联盟的各个哨所开火 要么然呢就是负责看守这个武器库 晚上这帮俘虏还是因为不信任他们 就给他们带上脚料 扔到一个特别简易的一个监狱里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啊 所有人的食物都没有了 很多人呢只能靠这个融化的这个血水啊冲击 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同伴就恳求这个凯布尔 说你干脆把我杀了 我活不了了不想活了也 凯布尔啊也在想 你说就在这些皇家卫队监督下 我们还能活多久啊 他在想啊说不管怎么着 即使以后啊塔利班会存在一百年 我都不会回这个塔利班这个政权里去了 我绝对不想跟他们再混在一块 后来他还会变的 我们再慢慢说 我为什么喜欢通过这个讲个人的经历啊 其实我是想讲我们就是美国在这个战争中 他犯的很多很多的政策错误 造成了他后来的结果 造成了这些人又转过头来去又加入到塔利班当中 我们会讲通过这些细节来讲 为什么 凯布尔啊就在这三天里啊 他突然就想起他以前有一个遭遇 两年前的时候啊他也是在他们的那个营地里边 正好在那巡视的时候呢 哎看见有一个木桶赶着羊 他老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 完了呢他就去问这个男孩 结果这个男孩啊死活不说话 于是呢他就命令这个手下人啊 就检查这个羊群 结果呢就发现啊 这羊群的那个羊毛和尾巴那个底下啊 全还有肚子里边全都绑着一把枪 他在搜另外的羊啊 发现每只羊都藏着武器的 结果这个凯布尔赶紧就跑回他的营地 结果发现啊这武器库里边几乎已经被搬空了 这时候那个男孩才说出了真相 说呀这个北方联盟的那帮人一直就给我们钱 嗯让我们偷了武器完了以后我们卖给他们 这下凯布尔啊就等于又没枪又没弹药了 如果说啊等着那后援部队到达啊可能还要很长时间 可是呢这时候啊天色已经晚了 这个苦荒啊就在那个手无寸铁的这帮战士们中就开始蔓延开了 所有人呢都想着赶紧跑了得了 你说我们现在连枪也没有子弹也没有 我们跟谁打去 正好这时候啊不远处就开始响起了第一阵的枪声 从这个声音来看啊大概也就几分钟吧 这北方联盟就能打到他们这个营地的前门了 哎呦这凯布尔啊就在这黑暗中啊就开始找找了从哪跑啊 一个方向呢是直奔下坡的 这个坡呢是一扎进去你要下去 那正好就落入到人家敌人的那个魔掌里了 人家的阵营就给你包围了 而另外一个方向呢是一个小山丘 可是呢他的那个侦察员说呀北方联盟也在向那个地方靠拢呢 哎呦这时候凯布尔就想啊 哎正好他看见 停在他旁边的那个他那小皮卡了 于是呢灵感来了 他就叫一个他那个底下的一个塔利班的一个战士说你啊 开着这车 关上大灯 你先开到这个山丘上 然后呢你开着灯再回来 然后呢你再关着灯再上去 完了你再开着灯下来 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啊 你就在这条道上啊 你就来回开吧 这样的话呢你从这个北方联盟的那个阵地那角度来看啊 就好像是有一辆一辆的增援的车辆 再往这个营地里边来呢 然后呢他又打开他那个无线电的那个对讲机 哎他知道那北方联盟肯定也在听啊 因为真的那频道也没多少 互相肯定都在互相监听着呢 所以啊他就对着那对讲机啊 说好家伙成千上万的那个后援部队就在来的路上了 哎没想到他这个空城计啊还真管用 很快呢那枪声就平息了 他那哨兵呢也气喘吁吁的就打来电话了 说呀那个北方的联盟都撤了 他这支部队就算是被他给救了 这个呢是在跟这个美国人啊正式开打之前两年了 那是跟北方联盟啊 因为一打起来也就是个几十个人的这么一个规模 所以呢他也你想三年都不如那个喷气机 炸一下就就就死的人多呢 所以啊而且啊当时凯布尔是指挥着那个数百人呢 那时候他也特别的自信 现在这凯布尔成了塔利班自己的人的俘虏了 这帮坎大哈的皇家卫队啊就冲他啊 就开始投扔那种各种的乌言会语 就瞧不起他 侮辱他反正就骂他 他呢也就默默一声不吭就站在那儿 这个时候啊因为好久没吃饭了呀 所以他跟那些被抓的那些俘虏啊 根本连举枪的力气都没有 你更别说在山里边你在走啊爬呀什么的 到了第三天的傍晚连这个皇家卫队自个儿也没什么吃的了 于是呢就终于啊说得咱们啊一块上这个最近的一个城镇 咱们找点物资吧 这样呢又把这帮俘虏聚集在一块一排一排的啊 分成小组一块往前走 当这个卫兵啊一看这凯布尔啊和另外一个人都是因为手脚下啊没斜 所以啊肯定要走的比别人都慢啊就把他们两个人给分成了一组了 哎跟着他呢走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一个小急镇上 完了呢这时候呢就看那急镇上只有那么几个摊位吧 完了有那个好多的男人就正在那围着啊在那砍价呢 那小贩也在那喊着哎呦多少多少钱啊什么的 这时候呢这帮砍大哈皇家卫队的啊就开始向各个方向就散开 就找自己东西去了 然后呢他这一组呢就被分配的说去让他们去找面包去 当他呢正好接近啊一个那个西红市堆起来的那个像金字塔一样的 那么一个小摊位的时候啊他一回头一看呢那个压他的那帮 砍大哈的那个皇家卫队的人啊正忙着看那蔬菜 完了以后跟人家那看价呢他赶紧就溜到这个西红市后边去了 完了后跟那个跟他同行的那个俘虏就说赶紧跟我走 两个人啊就开始冲刺跑 哎呀我说多久了 跑跑跑啊一直跑到了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平原 这时候天呢早就黑了 嗯旁边呢也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巴格拉姆 那个凯布尔啊这时候已经跑不动 他那脚啊呃因为不是光着脚嘛在这个地上这么跑 再加上他挨打啊那个脚早都成了深紫色的 这个巴格拉姆啊是这个过去这个苏联军事基地 已经荒废了啊到处都是那种那个什么生了秀的坦克呀 没人没人管的那种炮塔呀完了没有轮子的那吉普车啊什么的 反正就是还但是呢有一个那个铁炸了门那样弄的一个那个仓库 所以啊哎凯布尔想这仓库能让我过夜吧于是啊他就过去敲门去了正在那敲门呢 一个大灯又出现了直接就向他开过来 这个武装人员跳出来以后凯布尔一看嘛又是一支皇公皇家卫队巡逻队 结果呀他跟那个同行的那个俘虏又被抓住了然后又跪在地上了再次被打耳光再次被嘲笑再次被扔进吉普车的后座 这个这回啊就干脆就没地儿了也不让他坐着这帮那个塔利班的这个皇家卫队的就直接坐在他们的身上 而这一路上啊颠簸呀你想想得多疼啊就光光光就这么颠人上面还坐着一人 凯布尔第一次痛苦的哭了起来 他呀想说什么刚一张口你连话都还没说呢一个顿臭打 啪就给他把这话给堵回去了 过了很久吧终于停车停到了一个塔利班的营地了 这时候塔利班营地啊一片的混乱 完了呢那个广播啊也在那跟那个播这个战呃战战线消息 就是说什么北方联盟正在靠近了啊什么的啊 这时候呢就有一个皇家卫队的就递给凯布尔一个枪 完了以后呢跟他说了一声你可别做懦夫啊 没过多久吧这黑夜就响起了枪声 就听着啊这个好多人啊就在黑夜里边又喊又叫也不知道都说些什么 反正啊就是大概就是这北方联盟已经到前门了 可是呢凯布尔这时候从他那个方向啊看不到任何的东西移动和影子 只看见天空中漆黑一片的那个山丘 他就拼命的就开枪把子弹都打完了以后啊直接把这个武器扔到一边 然后就往这个后边的那个出口就冲过去了 刚出这个大门啊一看路上躺着一双这个从这个旧军靴上啊裁剪下来的那种 呃露着脚趾头的那种临时的凉鞋 他终于觉得啊命运终于站到了我这一边了 我终于有鞋了 穿上鞋就沿着大路向黑夜继续走过去了 也就又走了几个小时吧 他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逃亡的俘虏 这俘虏跟他说那营地已经沦陷了 现在啊咱们这周围满处都是那个想跑回家的皇家卫队了 这些卫队的也不再说什么殉道瓦圣战 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下期见 我们先讲到这儿下期见